燃灯协助广城子 收了这大太子殷教 感情啊 燃灯 为什么说 西齐这地方 他不能轻易来呢 不是说心血来潮 想来一趟就来一趟 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确切点说 是奉命而来 这不收了殷教了吗 这也不算完 感情要了还带着太极图呢 这是给殷红准备的 哦 江子牙和广城子 这都明白了 把这个殷教 尸首收起来 不是在这大山里边夹着呢吗 那都是燃灯用的法术啊 等把殷教收完之后 这两座山呢 自动的 可以随便开河 想合着一块也行 开个也可以 原来就是开着的 谁让你这个 不听诗讯 到这会儿来胡作非为 听申公报一面之词 惹起来杀身的大祸啊 那么殷教 被人给杀了 当时探报报金大营 可把殷红给气坏了 他连哭带叫像发了疯一样 跑到西齐城前 来找江子牙 讨命 讨命啊 要亲手 把江丞相杀了 给他哥殷教报仇血恨 江子牙梅出来赤精子出来了 殷红一看啊 是老师赤精子啊 他 掉着泪啊 劝他老师 您要真诚爱你这个弟子 请您闪躲到一旁 您不要再在这儿惯闲事了 不是弟子我无情 也没那么多废话好说了 您呢 答应弟子我这一次 只要给我兄长报了仇之后 您再发落我都可以 是精子咱们一听混账 你多大胆子呀 你敢杀你师叔江子呀 他不久就要金台败帅 就要兵发昭歌呀 殷红越听越别扭 他不爱听这个 怎么 你这个老师怎么总说这话呀 兵发昭歌昭歌是我们家 江山是我们家的江山 难道说我家兄长金娇 就这样白白死去了吗 我不管他什么台败帅 什么金台也银台 我就要给我家兄长报仇 说着说着 爷儿俩这火传起来了 当时各自亮出宝剑 师徒呈前一场大战 赤精子啊 知道自己凭武艺 可以战胜金红 凭道法也能降助他 但有一样 他降服不了这阴阳镜 赤精子就怕他用宝镜 现在赤精子心里在想 徒儿啊徒儿你个千万啊 别动阴阳镜 要一动阴阳镜你的命就完了 赤精子刚想到这儿 那阴红啊 现在已经是不顾一切了 眼睛都黑了 他也不认识老师不老师的了 爱谁谁呀 不练了 他抓着一下 真把阴阳镜取出来 赤精子摩头就跑 阴红随后就追 直奔东南脚下 跑着跑着 只听 咔啦一声雷响 把阴红吓一跳 怎么回事 只见前面出现一座金桥 赤精子就跑到这桥上去 阴红没明白怎么回事 他三步并坐两步 也上了这桥 等他上桥上来啊 再找老师赤精子不见了 阴红还纳闷呢 他站着桥上往寺外看了看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老师怎么不见了 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行 我得下桥去看看 是不是藏在桥底下了 他想下来 下来 下不来了 怎么 只听周围 嘎啦啦 三声雷响 啪啦的这么一下 这桥叠起来了 就把二太子阴红 给叠在这桥里了 哎呀 没用片刻之功 啪一下 有人用手 这么一抖这太极图 当时 一股飞灰啊 殷红二太子 画在这桥里了 唐朗朗 你正下 阴阳宝京 落下来 吃惊自己 不过来 捡起宝贝 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哭他弟子 殷红死的可怜啊 这时 燃灯道人 劝说了两句 高宗 吃惊子 哎 这都是你收的好徒儿啊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你和广城子一样 都不忍心 看自己弟子 落这么一个下场 但是有什么办法呀 此乃天命 难尾呀 你快起来吧 光是这么哭 也不是个办法 我还得去送太极图呢 不能在此啊 过久的耽搁 你赶快 离开此处 吃惊子 一步一回头啊 哎 掉着眼泪 回到西七城 辞别了江子呀 和广城子二位 哎 手挽着手 离开了西七城 这哥俩走了 把太子 殷娇殷红 都给收拾了 哎哟 这探报就报尽了 举龙岭 乘堂大营 太师文仲 怎么一听 惨叫一声 当时就不省人事 文太师难过 我损兵 折将兵 伐西七 没打过一次胜仗 淋淋惨败 败着自己 病倒在 绝龙岭 钱不能进 后不能退 正这时候 两位太子来了 我呢 看到了 一线希望 想辅佐太子 那么扫平西七 扫日奏凯 没想到 大太子 殷骄 二殿下殷红 拒命丧在西七 这让我有何面目 去见天子 殷昼王 越想越难过 一病不起 可把吉利于庆给挤坏了 吉利于庆 想呢 把老师 背回昭歌城 那么我们就背呢 也得把您背回去 回到昭歌城 静养数日 等您病体痊愈之后 再领兵来伐西提 文太师 冲着两个弟子连连摆手啊 高松他们 为师 不能再回昭歌城 也没脸去见天子了 我受脱骨之重 支掌朝纲 我尚不能尽忠报军 我报答君王 报答这个 先皇 脱骨之重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但是 我这次领兵到西七 真是一败徒弟 也没想到败得这么惨 同时我也对不起 老师金光圣母 我也是啊 结教的门商 通天教主门下 也曾经跟着老师 学到四十年呢 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结果 一二三个 是越想越伤心 越说越难过 就在当晚三惊天 太师文重 归天了 哎呦 吉礼于庆 那简直是难过万分 赶快 把这个额号传到 昭歌城 这下给赵王这震动可太大了 尹赵王 尹赵王在宫中 昭天还是花天酒地啊 啊 左有 他的爱妃达记 又有 那胡喜妹 哎 再加上这滚娟 是百般呢 哄着这皇帝高兴 至于朝廷的事情 他一字也不过问 就在这儿静候佳音了 等着文太师奏凯还仇 现在他既怕文重啊 回来又盼着文重回来 怕他回来 回来之后 他自己就受管束啊 干点什么 太师都不让 哎 这赵王又惹不起文太师 知道啊 这个人相当厉害 他怕他呀 那他还盼他干什么呀 盼他早日奏凯 平定稀奇 哎 自己 那在宫中 要是再寻欢作乐的话 多踏实啊 赵王是为这个 现在 他这一看编报 把赵王给吓傻了 他也不知道 他这两个儿子 殷骄殷红还活着呢 自从啊 被绑复武门 问斩 一阵大风 刮走了两个太子之后 再也没有动静 他也没拿这当回事 早就扔到脖子后头去了 现在一看好 感情 两个殿下还活着 没有通过我 没到昭歌来 直接就到西齐报号去了 写索文重文太师 苦战一番 这仗没打好 兄弟两个都命丧极其 太师文重 连疾待气 重病在身 命丧在绝龙岭 兵折大半 哎呀 当时啊 咒王天子 放声大哭 他难过 又哭太师文重 又哭他这俩儿子 哎 旁边 打击呀 过来劝说 胡锡妹也劝说几句 哎 这两位都有办法 哎 他们已经把皇上这脾气都给摸透了 知道他喜欢听什么 不喜欢听什么 哎 只要是说上几句什么样的言语 就能打动这位当金天子 这都是胸有成竹了 哼 两个人各有各的本领 各自拿出来自己的绝活 哄着这皇帝 还真把这赵王啊 给哄乐了 臭王一想 是啊光哭也没用啊 应该给殿下报仇啊 给太师报仇啊 那么派谁去争讨西齐呢 这王想了想谁也别派了 带寡人我呀 御驾亲征吧 这打击娘娘这么一听 天子要御驾亲征 好啊 狐狸精也来精神头了 他立刻 在天子跟前 说了这么几句 他说什么 万岁您要是御驾亲临 那西齐是不战自灭 不用打 他自动就完了 万岁真能够亲自出征 御驾亲临 兵伐西齐 那臣妾不才 愿坐先锋棍 看看 啊 周王挂帅 打击先锋 胡锡妹这么一听 那个 后边 啊 接济粮草一切等相 供应军需 啊 由我来一人称当 这王这么一听 精神一振 嘿 看看 我这两位爱妃啊 寡人亲征 这都跟着我 一同前往啊 啊 不怕这干戈之苦 哎 这是寡人 之姓严 还之姓严呢 要不怎么说 他是昏运呢 昏到一定程度了 他当时 集中明典 集满朝城文武 干嘛 得跟他们说一声 寡人我要 御驾亲征了 这众大臣 咱们一听都傻了 怎么什么事 您就御驾亲临呢 用不着万岁 御驾亲征 咱朝中还有 许许多多的名将 这时朝纲里归谁 管理这些大事 比如说 谁能替代 笔杆丞相 那太师文重的 那一套工作套路 那谁能担当的起来 你说这怎么办 也不要紧 怎么 这王还有俩哥哥呢 威子起威子眼 这二位本来想不理朝政了 就做个逍遥自在王就得了 当年父王跟我们说过 费掌利诱 就说我们哥俩没出息 老大老二都不行 要把江山交给殷寿 就这赵王 他文能提笔 武能提刀斩将 文武双全 力大无穷 脱梁换重 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戴 所以皇帝 那么帝宜就把这江山交给他 老儿子 大儿子 大儿子 就坐个姨子 被你监王就完了 哥俩也想啊 竟想轻浮了 我们不是没本事吗 没本事 那我们就忍着吧 现在可不行了 这哥俩是一左一右 得帮助兄弟一把 要不然是怎么办呢 要不帮助的话 那这个江山就属于他人了 现在听说 万岁要御驾亲征 这其有此理 难道我朝没有人了吗 还用您御驾亲征 咱们贴出一道黄绑去 什么人 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本领 接了这个绑文 就可以让他挂帅 去征讨西齐 还没等 把绑贴出去 有一位上大副 出班跪倒 起奏万岁 现在还不到啊 张榜昭贤的时候 我朝中 能人 不可胜数啊 那是太多了 现在我就 可以给您推荐一个人 三山官有一位大帅 这位大帅 姓洪叫洪锦呢 是武艺高强 道法精通 本领在我朝中来讲啊 没有几个 能敌得过他 要是伪其为帅 让他领兵十万去讨西齐 何愁西齐不灭 这太师文仲 命丧绝龙岭 死得太可怜了 他脾气太暴躁了 他不容功夫 因为他打了一辈子胜仗 没打过败仗 这次在西齐 连连吃败仗 他心里头 窝着一口气 确切点说 窝囊死了 那太子殷娇殷红 这个事做的 也不算不对 背着天子 去罚西齐 应该到昭歌城 父子见上一面 那东宫的储君 怎么能够就这样轻易 可以到西齐去领兵呢 他们是自找杀身之祸 万岁也不必难过 用不着您御驾亲征 只传一道旨意 派红锦去讨伐提起足矣 中文武怎么一听太对了 啊 威兹齐 威兹炎二位王爷 也不住的点头 看来 我朝还有能人啊 在为国分忧啊 这番话说的多好啊 当时传职三臣官大帅 那么接替这个邓九公的呢 已经换了好几拨元帅了 这洪锦刚到任呢 还没有十天 现在有人推荐 洪锦呢 也不敢推脱 他当即领十万人马 兵发习气 他身边有一位军士 这个军士可特厉害 这军士啊 接到旨意之后 一劲儿给这个洪锦之道喜 大帅 这次去讨西齐 那可比镇守三山官 胜强百倍啊 怎么您在这儿 那能有多大的出息起色呀 不过是个守官主将而已啊 您要平定西齐 就平您的本领 一如反掌 别看太师文仲那么厉害 这个文仲啊 有些本领 确实也是一位能人 也是朝廷中的一个洞梁之臣 但是他太狂傲了 心目中只知有己 不知有人 好像谁也比不过他 那么他自己呢 只是自讨没趣 脾气有那么暴力 其实胜败兵家常事 大胜仗也好 大伴仗也好 那得 得吃得住劲儿 这可得好 连吃了几个败仗 我能死了 这叫什么掌朝太师 我看啊 灭了西齐之后 这掌朝太师 非将军莫属 红锦一听 军师 过奖了 我倒是没把这西齐 放在眼里 我觉得呀 他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 真正的 高人 勇士 那些战将 那就不足一论了 还有江子呀 这个玉须门人 他学道不成 如果学道成了的话 他何至于下山来 做这个宰相 是他老实把他给轰下山来 听说他手下 有些小弟子 又是什么养姐了 哪吒了等等 那一群娃娃呀 怎么能和我红锦相提并论 那么天子啊 器重我 派我领兵去讨西齐 我是多则 一个月 少则十天 西齐定义 你看这玩意儿 还真有不服气的 至于谁在那拜过 什么洛魂大镇呢 九曲黄河大镇 是三小娘明 赵公明等等的 明仙高盗 一概没在红锦的眼里 眼角都没下 带着十万人马 浩浩荡荡奔奔袭齐来 成堂大营 扎住人马之后 红锦亲自 写了一封 战表 这封战表啊 很简单 什么意思 就告诉江子牙 你带着五王激发 是过赢来 领罪 给淘楼 请描写 您好 你看